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里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电话是28824848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六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我最近有个朋友有个BB出生 不过有点不触悦的 是早产了的 早餐的BB出生的时候 一般在医院都会放在保暖箱 或者保育箱里面 而且发现到BB有点水肿的状况 袁先生 这方面 你对你有经验 有没有可以帮到这个朋友 遇到这些情况 在同外疗法 过去也有些疗剂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疗剂 就是黄蜂 Honey bean 蜜蜂 蜂蜜就是疗剂 是 英文我们叫Apes Malefica 但是蜂蜜疗剂 在我们健康店 你都可以买得到 是 通常蜂蜜是可以 当你的人被蜜蜂浸震 你通常会怎么样 人会肿 肿的部分会浮浮肿肿 而且一会儿肤会舒服一点 所以在这个症状之下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蜂蜜的疗剂 处理早餐的婴儿 即是现在这个情况 但是她刚刚出生的婴儿 可以吃到疗剂吗 当然有时候 在草蜂蜂蜜就会插管 有机会插管 在那个incubator 保温箱里 但是你知道 疗剂是可以是一个水的状态 是 水剂 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咀嚼 滴到几滴就可以了 你不会触到它 因为它都有口水 所以你能够在口腔 咀嚼是值得几滴 其实就已经进入身体了 但是有些家长会害怕 因为医院未必想你用这个疗剂 对吧 那你又怕 如果慢慢用这些滴剂 逐亲的婴儿如何呢 其实疗剂有另一种应用方法 可以塗在皮肤的 你用皮肤吸收 你用皮肤吸收就可以了 你可以塗在颈部 即是有脈搏位 即是有那些血管 刀的地方 塗在那个胸膛 塗在那个颈部 塗在那个颈部 塗在那个手腕内侧 这些 这些都可以用在 应用是 即是可以 就是用在那个身体 这样用 不用一定是入口的 嗯 那当然呢 就是入口很简单 因为同疗剂都是一种两种形式 一是水状 是 一是糖粒状 是 那婴儿子当然了 你用水状 OK 那如果是吃不到 或者是不方便 用口去喂它呢 那就塗在皮肤上 都可以了 那当然要密密地塗 是不是 塗几次 那很大机会 可以帮助这个 即是 早产婴儿那种水状的问题 嗯嗯 那刚才呢 你提过这个 这个黄蜂这个APIS呢 那我都 就是 都 认识到呢 其实它都很常用的 日常我们的 臨床上面 很多时候用的 可以吗 袁医生 顺便都帮我们 解释一下 这个APIS 这个黄蜂呢 可以还在什么 其他的用途呢 除了你刚才说过 就是说 如果真的被蜜蜂针亲 很相应 就立刻用到 其他的用途 可以在哪里 可以用到呢 当然了 被蜜蜂针亲 那你产生一种的 就是敏感反应 嗯 通常的症状呢 就是就是 那个面浮肿 尤其是眼盖 嗯 如果你看到眼盖浮肿呢 是一种任何的敏感 可能成为敏感 是 可能其他的 蟲咬痴 导致敏感 尤其是 尤其是你看到 面和眼盖浮肿呢 这个疗势是很适合用的 是 有时候呢 病人的那种浮肿得来呢 他就会觉得 有种 有种 轻轻啊 痴痴痛的 尤其是 当然了 有被蜂蜂针亲 一定是 但是很多时候呢 是未必有的 总之呢 你觉得他人呢 就是面部种种 眼盖 眼盖发发种种 那你就可以去 用这个疗势的 但是如果有感觉的时候呢 通常那种感觉呢 就是一种心刺的感觉 好了 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都很容易有机会想得到 除了敏感反应 就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肾病 尤其是急性的肾炎 通常呢 他就会伴有那个尿 尿少了 或者尿是抑压了 所以变成了浮肿 水肿 因为是急性的肾炎 而且有时候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 尿量少之外呢 而且尿的颜色呢 比较深一点的 好了 那接着你见到病人 已经肿了 脚了 身体也肿了 最重要 如果发现他面部都肿了 这个尿剂是很好用的 好了 这个就是说过 有肾炎 即是急性肾炎的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可以想得到 就是有些人呢 女性下 是惊奇离开的时候呢 惊奇离开之前呢 有水肿这个现象 嗯 又是这样 惊奇离开的时候 水肿得到了 便发现就是 那边有肿肿脏的 通常这种肿脏呢 是一种浮的肿脏 就是你按它 就不太硬的 不太硬的 不太硬的 总之浮了 你按下去 而且病人的感觉患者有些敏感,刺痛、痴症 冻敷就会舒服,如果病人觉得我用冻水洗凉、抹面会舒服 冻舒服的情况,黄蜂是一个很好应用的尿剂 所以是荆检的水种 还有的情况下,就是卵巢水囊 尤其是在右边,如果右边是更加适用的 有些情况,有这些卵巢水囊种的人,都有刺痛 记得,那种疼是刺痛的,你可以用尿剂帮助右边的卵巢囊种 通常,APIS那种病人是不太口渴的 你问他,是否有水种种,或者你看看肾炎,脏了,又无法治疗 但他们当时是不感觉口渴的 还有一个情况,比较严重点,就是脑炎,即是脑水种 这种情况,你会看到病者,水种在里面,表面看不到 但你看到他,就在大声尖叫 这个我们叫做brain cry,即是脑里面有点发炎 还有,尤其是脑膜炎,这种情况 病者会在枕头上转来转去 他问他,很痛啊,头很痛啊 他形容给他,是尖弱的痛 这种情况之下,APIS也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好,你现在看到,一个简单的蜜蜂,一个这样的疗剂 在我们常见的疾病里面,其实都是很多时候很容易应用得到的 当然了,好像这个小朋友,这个初生婴儿在医院的情况之下 真的很差一点,有什么做得呢 他已经是所谓叫做不足语的了,已经身体很弱的了 可能呢,可能插齿含外有成的,但加上这个水种 但同学疗法的好处呢,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他一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他最多是帮不了 但就不会说伤害到的,所以很值得大家多些学习 能够是及早是用一个很好的医疗工具 是帮助大家处理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尤其是急症的问题,同学疗法是更加容易见到效果的 是的,我都会稍后尽快将这个消息 就告诉我的朋友了,所以刚才余医生都说过了 在同类疗法里面,对于急症那些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最好就可以采用到一个适当的医疗方法 用同类疗法做一个及早的医治 就不要等到去到出了一些治疗源之后 就是那些西方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源之后 有割,有刺,有刺,有刺 而出现了后遗症之后才来到搞,所以所有的情况 就更加难搞,也都是更加严重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疗疗,黄蜂APIS 基本上可以在我们的陆创业健康店 可以购买得到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要购买疗者可以去我们的陆创业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00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治疗法语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